那么第二个呢 称赞如来 你看 名相上的差别 第一句讲诸书 佛是从相上看的 要平等地理解 如来不是从相上看的 从信上看 所以称赞呢 那就有差别了 他的先行就是 他的念头善 他的行为善 做事 厨师 带人间无度善 我们要赞叹他 要表扬他 那他思想不善 言行不善呢 我们就不输 就不赞叹 这个就是中国古人家的 隐物扬善 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 不输 好的地方赞扬 这样才能够把社会风气 端正过来 你看 行星不善的人 他时间久了 会感觉到 你看社会大众很慈悲 都原谅我 都不说 我做了一点好事 大家都赞叹 所以 久而久之 他会被感动 会回头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行为 不可以放在口上 更不能放在心上 放在我们心上去 错误 我们的心是清净的 是平等 是绝而不迷的 为什么把别人不善 放在我们心上 这就错 应当记别人的事 不记别人的过失 这是佛徒 一生 实时 处处都在教导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一定要遵守 要奉行 学习佛徒 他给我们做了个好样子 能够提亮别人 原谅别人 不说别人过失 赞叹别人的 善念 善心 张丹地儿 谢谢大家